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框架当中的URL它的一个访问 就是URL的一个写法 在我们TP框架当中 我们这个5.0 框架当中它默认采用的是PathInfo的这种方式 这个URL 大家前面在写MC的时候是用的什么方式 就是这个URL是怎么写的 是不是问号传参的对吧 问号传参数 比如有这个模块控制器操作方法 传三个名称对吧 我们自己写一般都是这么写的 那这种方式呢 其实就是呢 问号 它不光只是说可以传这个控制器名称方法名称 你其他的参数 什么ID参数啊什么的 是不是都可以传 这是通用的方式 然后呢我们框架当中呢 它用的这种叫做PathInfo的方式 就是它把这个问号传参的这种方式改了一下 你普通的这个请求参数 比如像ID参数 像你的用户名额什么的 这些东西要传 你用问号去传 其他的 他用这个斜杠 就像我们这个模块控制器操作方法 特别是这三个 这三个参数呢 它直接简化了 直接在入口文件后边 加一个斜杠隔开 一个斜杠 index 斜杠 test 斜杠index 它支持这种计划 那就是我刚才带大家访问的这个计划 那注意这个斜杠呢 它并不表示是目录分个幅 因为如果按照目录去找的话 在我们public目录下 这个index的PP它不是一个目录 它是个文件 你后面也找不到index的目录 test的目录 所以这种格式的url呢 我们叫的是pass-info格式的 就取的名字叫做pass-info格式的 那pass就是这一个路径 info就是信息 就是这个路径信息 那这里面呢 它的完整的格式呢 我也后面说了有 说了有 有这个入口文件 模块 控制器名称 操作方法名称 后面其他的参数 也支持呢 用写更的方式 再加一些其他的参数 那比如加个id参数 id是100 那可以加一个斜杠id 斜杠100 这么写也行 它也认 那也 这种写法呢 其实和你写到这个index之后 写个问号 传个id等于100 是一样的 效果是差不多的 所以可以写成这种斜杠的方式 来传参数 然后呢 这个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url呢 就是你看不到这个入口文件的这种url 入口文件你看不到 直接这么访问的 这种url呢 就是隐藏了我们这个入口文件 但我现在直接访问一下 可以看到有点问题 有这么一个提示 这也不属于像我们常见的那种报错 但它就这么一个提示 这个提示呢 是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pvstudy 需要去做一个特殊的设置 对于这个passinfo的url 因为这种写法 它是用到了隐藏这个入口文件的话 如果直接写这个地址 如果直接隐藏入口文件 这个地址直接给apache的话 apache它其实是找不到的 如果直接按照这个目录去找 apache它会到我们网站目录下 直接去找index的目录 找test的目录 最后找一个叫做index的这么一个文件 它是找不到的 所以我们需要呢 对apache去做一些相关的设置 那这个设置呢 我们通常叫做url的一个重写 或者单独针对这个最终的效果 我们叫做隐藏入口文件 这么一个功能 需要做的呢 可以参考手册上 有两个地方都有 一个是手册架构 有这个url的访问 这有详细的说明 到最后有这个隐藏入口文件 这么一个功能的说明 第二个地方呢 是在部署 有一个url重写 这里也有相关的说明 内容差不多 那最终呢 大家以我的为准 这两个它写法有点区别 手册上它的信息不是说特别准确 有点区别 那这个url重写里面呢 这个是比较就是完整的 推荐大家参考这个也行 最终以我的为准也行 我们需要去改什么呢 首先在这个httb.conf httb.conf 就是阿巴奇的主配置文件 要去加的这个mod rewrite 这么一个模块 那我们现在可以呢 通过修改配置文件也行 找到这个配置文件 httb.conf 或者说呢 你直接通过我们PP study的这个菜单 PP的扩展 阿巴奇的模块 找到那个mod rewrite rewrite的那个模块 那r开头的在最下边 把这个模块开启就行 一般情况下可能是开启的 但大家要检查一下 可能每个人环境不一样 把它开启之后 如果说是修改那个配置文件的 那就把前面那个注释给它去掉就行 那一行找到这一行 找到这里都是write 把它前面的注释给它去掉 然后把这个所有的 alloverwrite的后面这个num 都改成oh 注意是所有的 为了保险 为了防止你防控不到 我们把打开这个配置文件 第一个是httb.conf 去搜索一下呢 这个alloverwrite 页面上有很多地方有 有好几个 那比如这里有一个alloverwrite的 如果默认是这个num1e的浪的 把它改成一个oh 再往下再搜 别的地方还有 把所有的地方都改掉 然后呢 那还有一个呢 是我们这个文件 那个 虚拟站点的这个配置文件 vhosts 这里面每个站点下呢 它也可能有alloverwrite的oh 这个如果是通过这个菜单来配置的话 它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有的 但是呢 也可能有少数情况下 可能它没有这一行 没这一行把它加上 如果是num的 也把它改成我 把它改好就行 改这一行的作用 这个alloverwrite 就是允许 overwrite 可以认为是重写或者覆盖 重新配置 是表示呢 允许我们接下来的一个.htaccess 允许这个文件生效 允许这个文件生效 这个文件呢 我们叫做一个AbaTi的分布式配置文件 它是呢 不是放在AbaTi的那个安装目录下的 它是放在我们的项目目录下的 在我们项目目录下 在public目录下 它可以看到有一个.htaccess 文件很特殊 没有名称 只有一个后缀 .htaccess 这个文件呢 你如果说自己要创建的话 你直接在这儿去新增一个文件 你还见不了 Windows系统它必须要有名字 你创建文件必须要有名字 不能只有一个后缀 那只能通过编辑器可以 自己创建的话 通过编辑器可以创建 那我们这些本层就有 那打开这个文件 也可以去看一下 它里面的内容 别找错了 我们很多目录都有 比如像这个application下 也有一个 我们现在要找的是 pub里面的 网站下面的 这里面自带的 就有这么一些配置 这一个配置项的话 和我们手册上和架构里面的这个 UR访问里面的这个隐藏入口文件 和这一行完全一样 很多时候呢 用这一个配置 默认的配置 没问题 可以访问 比如说我们自己单独一个一个 安装的Avaci MSL和PP这种环境 没问题 一般都没问题 但是呢 像PP Study这个急证环境的话呢 它就有问题 就像我刚才访问呢 出现了这么一个提示 那它就需要我们去修改一下 就得按照这个URL冲写的这一块 按照这块去写 有什么区别呢 就一个区别 这多了一个问号 就多了一个问号 因为我们一般情况下 在访问到一个文件之后 要传参数 都是要用问号去传参数的 我们Avaci呢 在PP Study下的这个Avaci 它默认是不支持这个Path Info格式的 这种运动性的 所以呢 直接用个斜杠 它就给我们出现了这个报错了 出现这个提示了 那只要加上一个问号的话 就没问题了 就是相当于是个接入文件的方式 就多支持 那我们再访问一下 没问题了 所以记得呢 要去修改一下呢 这个问号的这个地方 然后里面的这些代码 这些代码呢 给大家做一个说明 具体的呢 就是 大家可以回头放大我这个图 知不知道怎么放大 Ctrl Shift 上面呢 也排在那个加紧号 可以放大 这个图 这个图因为是我用的 之前解好的图 我放在这儿 它显得比较小 那如果要看里面文字的话呢 可以放大一点 我这里给大家直接解释一下 这是一个APA级的补充配置文件 放在项目里边 对APA级进行补充配置的 那外面这是一个标签呢 这是标准的这个结构 如果是重写的这个模块 我们就加点了你们这些配置 那你们这些配置呢 主要就是开启这个重写模块的 就是Rewrite Engine 重写的引擎 开启 然后呢 后边 RewriteCound 就是Rewrite 是这个重写的意思 重写的条件 Cound 是condition 那个单词 是条件的意思 然后重写的条件 什么情况下 触发重写 后面呢 有一个RewriteRaw 是重写的规则 怎么去重写 所以这是一个重写的 一个条件和一个规则 那什么时候去执行这个 重写的规则 就是满足前面的条件 中间的这个百分号 大过号 一个request file name 这是APA级的一个变量的语法 或者是它这个是长量的语法 它表示的就是我们的请求地址 就是我们当前这个URL 请求的这个地址 如果说这个请求的地址 request file name 翻译过来就是请求的文件 如果说请求的这个文件 那现在如果这么写的话 注意没有写index的app 它请求的文件 就会认为呢 是index目录下的 test目录下的index的这个文件 那这个文件 它会先去判断一下 探号就是取法的意思 那-d 这个参数表示是目录 directory目录 这个f呢就是file 就是文件 它判断一下 我们访问的这个URL 是不是一个目录 或者说是不是一个文件 是必须已经存在的 能够找到的 这么一个目录和文件 如果都不是的话 我们就进行下面的这个冲写 如果能找到这个目录 就访问这个目录 如果能找到这个文件 就访问这个文件 如果都找不到 就按照下面这个冲写规则 那这个冲写规则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第一部分 这是个什么东西 看不懂 下个正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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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下个正则 只不过没有那两边的那个斜杠 对吧 那这就是个正则 斜杠审计了 在这里不用写 在阿巴西里面不用写这个斜杠 直接呢 就是 开始括号 这个结束的位置 中间 用个括号括起来 这是点星 这匹配的是什么东西 就从开头到结束所有的东西 对 那注意呢 它是不包含这个域民的部分的 它匹配的是前面这个访问的这个路径 域民往后开始 然后匹配到之后呢 它把它放到什么 怎么去处理 后边 中间有个空格隔开 后边它放了一个index.pp 问号斜杠 后边有个多罗一 多罗一在正则里面表示什么东西 讲过没 先问你们讲过没 可能是讲过 就我讲的对吧 多罗一啊 是代表这个反向引用 听过这个词吧 没有 一会儿一耳光就上来了 多罗一呢 表示我们在GS里面啊 讲正则的时候呢 是说如果在正则表达式的以外 要反向引用 匹配的某一部分 可以呢用多罗一的方式 多罗一多罗二 如果在正则表达式里边 是用斜杠一斜杠二的方式 这里呢用这个多罗一 表示反向引用前面正则表达式当中 第一个小笔号匹配到的内容 其实呢就是我们这个请求的这个地址 多罗一就是第一个小笔号 多罗二第二个小笔号 如果直接写在正则表达式里边的 是斜杠一斜杠二 比如像GS里面那个STR replace 在这个地方 对吧 后面就会呢用多罗一多罗二去替换 那这是这个多罗一啊 那这里就表示呢 把我们这个请求地址 把所有请求地址匹配到之后 你找 既然前面你是找不到 你是找不到这个地址 那后面呢 你就去找这个index的PP 然后把整个请求地址 作为index的PP的后续的一些参数 放后边 你先找index的PP 先找入口键 再把整个路径呢 交给框架去处理 交给入口文件 交给框架去处理 那这就是呢 这个重写的一个规则 最终实现的效果呢 就是说 我们即使不写这个index的PP 它去经过阿波奇解析的时候 找这个文件找不到 找这个目录也找不到 它就能执行重写规则了 然后呢 就直接去 让阿波奇直接去找index的PP 找入口文件 然后呢 把所有的这个路径 都给入口文件去处理 那框架里边呢 它就会去解析这一串 这个路径 把第一个斜杠后边的 它就作为这个模块 把第二个斜杠后边的 就作为控制器明称 第三个斜杠后边的 就作为方法明称 它就这么来了 这是框架自己定辞的 这是呢 这个阿波奇的一个重写 有没有问题 这样的UIL的话呢 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好处 比如像我现在还加了一个 HTML后缀 这个后缀 它叫做一个伪静态后缀 加不加无所谓 不影响我们真正的访问 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加上这个后缀的话呢 那现在再来看这个UIL 它就好像是访问的一个 域名下一个目录 再一个目录 再一个文件了对吧 好像访问的是纯静态的HTML 这个页面 和PP没关系了 你看UIL看不出来了 那这种做法呢 就叫做这个伪静态的一个处理 其实呢就是一个假的 一个假的地址 这个地址呢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呢搜索引擎 就是我们做的网站啊 这是涉及到这个SU的一个优化 就是搜索引擎 它去收录我们的网站 为什么有些网站在百度上能搜到 因为呢这个百度搜索引擎 它收录了这个网站了 它把这个地址都记得有 那百度像搜索引擎 它去收录这些网站的时候呢 这种静态的地址 它是比较喜欢的 它本来就找这些静态的地址 它就偏好于去收录这些 如果你是一个intex的PP 是动态的地址 它就不太愿意去收录这种地址 因为里面的内容呢 变化可能就是它 它不知道 它不可控 你通过动态的这个脚本像PP 你可能加载了很多这个 数据后里面的数据展示出来的 那可能它同一个地址呢 它展示数据 不同时间它不一样 变化很大 差异很大 所以它是偏好于收录这种静态的地址 所以这是稳定态的这种格式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